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把大家的力量集结在一起 朝向目标迈进 我想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人格特质 他是不是很热情 很积极 很投入 很坚持 所以他跟人家沟通能力是不是非常的好 像这个我觉得他是 领导者本身的特质部分 我想这点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我们绝对不可能认为说 一个人他病奄奄的 没有精神很消极很悲观 他可以当你领导者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人格特质非常重要 所以人格特质表示说 他跟社会地位无关 他不可能说社会地位越高才有领导能力 比如我们小小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很具有领导能力 他跟社会阶层不同 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这个士官长 他的位阶他不是军官 但他是一个领导一群新兵 那他的能力就是因为他愿意交 他愿意用他的经验 他的这个主动去协助人家 所以很多人愿意追随他 所以这跟他这个社会地位无关 地位跟他的身材高矮 这个胖瘦跟美丑无关 他是从内心散发出一个 常说personality 一个领导者的特质 那这个特性是万会影响到 这是第一个我们就思考了 第二个就是说他所领导这群人的数字 就这群人的数字 只要他是一般的工厂的员工 那他这群人员用了领导的方式 可能就跟领导一群大学生 或者研究开发的程序 来要求你的员工 而没考虑他的感受 那他们到后也会抗拒 也会抗拒 所以如果把这两个 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领导 既有高效率又有高关怀 那人性跟任务是会整合在一起的 那这种就是说 你到底今天我们采取的行为 是偏重在哪一点 这也会影响到你的领导效果 这个就是情境 就是当时所处的环境 假如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之下 所以领导方式可能是比较独断的 果决的 可能就不是什么民主的问题 假如是部署 或者当时业绩相当不错 很可能采取这种开放性的 或者这种授权性的 或者参与性的领导 所以上面这四个 比如说领导者的特性 部署的数字 领导行为的选择 和他的环境因素 会决定这个领导者 到底他的领导有没有效果 所以领导为什么 他就经常变化了 甚至一个领导者本身 他随着不同的条件之下 他都会改变他这个领导风格 所以领导风格 他没有放出事态接触的 他是随着这个部署环境 还有当时的任务条件 他会决定他不同的风格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特别要把这点做一个说明 从这里面我们来说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时候 那当然你要考虑说 那我到底要怎么来调整 所以我常觉得说 很多人会把这个领导上的问题 会归出很单一的因素 比如说我员工素质不理想 或者说可能我个人不行 上我接着任何人都可能有 很难拿数据的 甚至说他会管制他的电话费 管制到非常细 所以有员工说 一离开办公室你应该关机 或者在大陆里面 因为他跨到很多省 因为离开这个省就变成电话了 他关机 反正你一个月就只认我报销这么多 那我宁可 你就不要call我 你就别找我 所以这是你的制度设计 当然还有结构上的问题 比如很多的这个 我说这个做业务有如打赞 那所有事情都要往总公司报 报告程序可能要一个礼拜到 10天才能有下来 实际上我的对手已经强占我的市场 我怎么办 我很多的商机丧失掉了 因为你组织搭得太长了 还有授权程度不够 影响到整个这个下面人的投入度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常觉得一个领袖人物 你要看我怎么把这一步步去把它排除掉 所以这种过程当中 我想当然事实叫做 那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要放宽 就是我对他 有些情况之下要比较严格 有些要比较放宽一点 比如假如这个员工 他先来这个企业 或来这个小组 或来这个团队里面 他可能是刚来乍到 他对很多的专业不顺熟悉 能力还没有被养成 还是他是很多态度上可能还有点偏颇 好 这种情况之下当你的要求严厉一点 无所谓 最起码这个半年后 这个三个月左右 你会按照